国际关注中国民众控告前党魁江泽民的浪潮 欧盟主要机构之一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主席马勒斯认为 提出控告的中国民众非常有勇气 他们的正义之举正在改变中国 我们看看什么会发生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骇产的 这些人发生了这个案子 这是一个方法 在中国的改变改变 从正义的改变 做这个 马勒斯主席表示 这也会检验中共统治下的所谓法治到底是什么 他希望控告者不会受到迫害 他认为中共对人民的这种压制已经过时了 不会被新一代接受 应该改变 新大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萨尔报道 我希望你能够认为中共对人民的这种压制 我希望你能够认为中共对人民的这种压制